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你就必须与众不同 BC创意中心 精英平台 名校摇篮 香港流行音乐组合TWINS 将于温哥华开巡回演唱会 也是北美巡回的最后一站 全程新闻发布会 他们都面带微笑回应 非常亲和 就像我们说的 因为我们在北美做演出 做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选人有几个方针 第一呢就是一定是要牌子够大 简单来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 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演出的机构 所以说我们是要靠票房来维生的 然后呢第二呢 一定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所以说其实大家看到 我们过去这些年做的每个演出 都是很大牌的明星 组合成员蔡卓妍表示 温哥华对他们来讲 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主办方金泉文化负责人表示 本次选择跟TWINS合作 是欣赏他们清新活力的形象 以及他们庞大的粉丝群 也让本次的合作充满信心 第一其实有几个原因的机缘巧合 第一呢是我们是做了就是蛮多的那个 Market Research 我们是做了挺多的 我们首先就是因为主要是因为 温哥华这一边是香港 讲广东话的人口比较多一点 在本次新闻发布会中 TWINS笑谈以往巡回演唱会中的趣事 也表示会在本次演唱会中添加小惊喜 给粉丝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凤凰卫视黄山李玉敏温哥华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玉敏温哥华报导